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你展示这个目的 可能要体现你的专业性 但是这一趴其实不是重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接下来 聊一聊你转型的问题 坦诚地讲 我觉得你现在转型 是接触一个新的媒体 接触一个新的形式 你如果把工资定这么高 其实是阻碍了你的转型 你的专业度是有 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 你要去降低你的预期 这样才能顺利 要调整吗 以外 不调整 来 我们来看看职场情商课堂 在职场中 为什么很多人经常嘴里喊着辞职 事后仍然在继续工作 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是 还是自身的一个能力的问题吧 比如说他的能力 还没有达到那一步 但是他想要更高的一个薪酬 但是他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难以思吧 对 难以思吧 来 两位 这个题很简单 回答OK 但其实通过这个题 我反倒想 就是提高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一个你的朋友 到你面前来叨叨这个事 说 哎呀我们公司不好 但是说了那么多次 可能说了两年 他没有离职 你会对他讲什么 我如果他反复地讲的话 我会直接建议他换一下公司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的问题吗 是因为当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如果第一次我们不能解决 OK 没问题 我们能力不够 第二次 第三次 总有办法解决 可是一个人反复复站在面前来说一个 他根本没有正式的问题的时候 这就是他自身很大的问题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来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给到的意见和建议 在他那儿不重要了 你要做一个决定 你早就行动了 没有必要跑来我面前讲 可以说这个题就印证到你的性格当中 有一东西就是 就是你有欲请故状的成分在里面 又想脏又想收 但是你又拿那不准那个尺度 你感觉到了吗 我说你服吗这话 服 春雨老师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理资源专家 老师问别人服不服 这是不是特别不专业 我觉得好江湖啊 需要别人肯定 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来回一下这个佳哥的话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你一直想要做 一直没有做 那就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回到你身上 你一直想要去流量啊之类的 这个东西你想要嘛 想要今天跟你说 没有钱没有底薪 你干不干 来了两年你能学到东西 你说不行 我一定要拿一万块钱 那个东西什么是你想要的 这个是你转型之间必须要明白的 因为很多人转型 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赚钱 钱只是一个保障 最重要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肯为他付出多少 我觉得三十而立 在这个年纪 我们这个要想明白 对 其实这个春雨看到了 这个身体背后的本质啊 你可以用春雨换掉流济啊 对 对 来吧 三位亮灯的 对他还有什么问题 我问两个话题啊 第一个你有那个小店 你有三个商品 其中有个商品是销量二十单 其余的都是零 这个是后台数据还是前端数据 这个是抖音小店的一个链接产生的 都是你卖的吗 这二十单 二十单 是的 全是你卖的 那就是前端数 那他能带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你过一百万的作品有几个 过一百万的作品应该有十个左右吧 你后台警告了多少次 或者是你上场不成功 不通过的那个 有多少次 一次 第二轮选择取货磊 老杜还是愿意要你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个人IP打架 也就是户外主播 然后底线八千 提成私下的台 工作地点 上海 上海 来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谢谢杜老师 谢谢再见是吧 好 可以了 他心里的想法呢一定是 我现在自个儿做一个月都有一万一万 是吧 你是这样想的吧 不是 那你怎么想的呢 因为杜老师那边可能是 以多数是以直播带货为主吧 不一定直播带货 你又没问清楚 他也拍短视频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了 有一个叫讲专修的中哥 河北私家专单 这是我的学生 你这一次去公司很遗憾的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今天到底来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要的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自己做这个自媒体的目的 就是看到了行业的一个乱象 然后想要通过跟客户的对接 去逐渐地去倒闭这个装修公司 去良性的一个循环 那如果是行业为主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你明明知道见解传媒 就是做商业化变现的 知道吗 其实说句实在话 敢说真话的人 肯定会能够得到社会应有的报答 但势必你的商业化变现 就不可能做 你不可能又做发令员 你又做裁判员 对 行 别的不多说了 今天会长沙吧 对 是吧 几点钟的飞机 9点多的火车 谢谢陆老师 今天对于自己的表现 只能打40分吧 一来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一个专业性 很多包括帮助粉丝避坑 然后可能在座的老板 以及人力资源专家 对我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误会 所以还是有点不开心的 无论的 谢谢陆老师